拿国家来一个派一个军队代表 走过去 也看了一下这个阅兵 那大阅兵就是从这个哪呢 从这个帝国大道 待会我们会走到这个 从斗兽厂前 斗兽厂绕过来帝国大道 走到这个威尼斯广场 威尼斯广场的台阶上呢 打的是阅兵 阅兵台 他们不像我们中国天安门广场啊 是这个固定的那边 那个惯例台 天安门惯例台的长期固定 他们都是临时搭建 用完就拆掉了 用完就拆掉了 所以这个广场呢 也有这样的一个意义啊 也有重要的一个意义 那么这个地方 为什么叫威尼斯广场啊 因为呢在历史上呢 这个地方是威尼斯共和国 驻罗马教皇国大使馆所来定 所以呢叫做威尼斯广场 那威尼斯广场呢 这个威尼斯的这个大使馆呢 现在叫威尼斯宫 威尼斯宫最出名的呢 就二战的时候 莫索里尼经常在 威尼斯宫的这个小阳台上 发表这个生动性的啊 这个法西斯言论 那说到这个法西斯 实际上是古代罗马的一种刑具 这种刑具呢 是用那种柔性和甜的藤条 然后呢再加上一柄利弗 什么叫法西斯 执行这个法西斯刑法是什么的 就是还有藤条 打打打打 把他打个半死 然后一腐子 把脑袋砍下来 这就叫法西斯这个刑法 后来被称为残酷的统治 极权统治这样的一个 好的我们现在看到了这边 左手边啊 这就是威尼斯广场啊 因为威尼斯广场这边呢 好奇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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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说 来说 行 好的 大家看到右手边 有一个白色的建筑 非常的漂亮 右手边起码同像的呢 这个就是意大利的开国国王 1861年开始建立 意大利王国的埃曼纽二世 也叫维克埃曼纽二世 那么这底下呢 大家可以看 它起码同像底下呢 有雅典娜 金色碧卡年站的雅典娜 然后有意大利的士兵 保护着无名烈士墓 那么右手边大家看到 这个广场大家现在向左边看 有一个红色的建筑 这就是漂亮的意大利 和欧盟国旗的 就是威尼斯宫 那这个小阳台 就是莫索利尼发表 著名的阳台演说的 著名的小阳台 那么整个这个广场台 可以看到是一个大的一个盘道 那么这个后面呢 当然现在看到这个地方 莫索利尼发表演说小阳台 这个叫祖国祭坛 就是为了纪念 在这个意大利统一战争中 所有遇难 这个相当于我们中国的 人民英雄纪念碑 人民英雄纪念碑 那么它这个离山而建 后边没有东西 这是一个山坡 它建在一个山坡上的前面 就是一个前面的一个正面面而已 那么大家看到 在右手边 这个和威尼斯宫面对面的 实际上是这个威尼斯银行 是一个银行 那么比威尼斯宫晚了200多年 左边威尼斯宫建于15世纪 右边这个呢 建于18世纪 那么全方圆景 可以看到多少场 300年 米尔斯宫 谢谢 这个地方没有办法架网子 但是我们会在表演体验 刚才有一位意大利的警察是干涉的 我们现在是在罗马大豆兽厂的前面 这是凯旋门的前面 罗马市中心 意大利罗马市中心 我们在这儿表演一下踢剑子 刚才想架网 中国经济建制网架 但是这个网警察不予请架 所以我们现在表演一下踢剑子 我们在这里面看的 有点菜 肚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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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ulousness outputs we can just가는 建画 B WAR 因為這個狼狼像、 insecure 這是大點 Prince 我把刀幾 when麵 Merch 我會看到第9點 吃肉 那是中國的蝦蝦 這個遊戲用足球技術 打球技術 攻擊其他人 超過90cm 這個遊戲在末末